微软模拟飞行专业系列DLC ATR科技最近更新了新版本 免费送上Highline新机型 通过EFB新增航路导入 航电字体放大等新功能 以及大量的问题修正 这新机型是个啥? 怎么Hotel模式下无法启动发动机了? 大家好,这里是Diablo湖大波湖 本期节目中就通过一次飞行 来尝试新补丁并解答上述疑问 此次新补丁带来了两个全新机型 42600 Highline和72600 Highline 这Highline是今年6月初 ATR公司公布的新产品 说白了就是把现有的ATR600型客机改了改客舱 有公务舱、VIP舱等多种设计 客户也可以按需自由组合 42600和72600都可以成为Highline款 微软模拟飞行里的是纯公务舱款的Highline 就体验来说真的只是改了客舱内饰 驾驶舱里没有任何变化 但由于是算作独立机型 导致涂装和自定义视角 与原有版本也是独立的 还请注意 今天就用ATR72 Highline来进行一次试飞 让我们进入驾驶舱 先来看看EFB电子平板 左上角新增了飞行计划标签页 在这里可以导入ThemeBrief上生成的飞行计划 并自动设置航线和配载 还能查询起降机场的META气象报文 首次使用时需要点击右上角的Login 输入ThemeBrief账号的数字ID 注意是ID不是用户名 不过这些功能目前还有很多缺陷 比如自动设置的航线 对比ThemeBrief上的结果 缺少了这一段Lima 433 Airway 本次飞行自动配载的燃油和重量倒是对的 不过我也见过有很多玩家反馈有问题 这里建议用这项功能时最好复查一下结果 大波胡觉得这次补丁的上限是ATR公司的要求 导致上述新功能还没有完全测试就推出了 你看在刚刚结束的巴黎航展上 ATR公司在现场搭设了ATR客机的试玩 用的就是微软模拟飞行的这个版本 其实微软模拟飞行的负责人Jorg之前表示过 ATR公司对这款积模的质量是非常满意的 回到EFB继续说说其他新功能 切换到Options选项页 这里新增了两个滑杆 航电字体缩放和EFB亮度 两个新选项顾名思义 ATR飞机航电字体确实很小 这个新功能是极好的 而且EFB在巡航过程中也没啥用还增量 能枯置亮度也是极好的 至于如何方便的与航电交互 以及油门轴如何进行设置 请参见大波湖之前制作的这期视频 这里便不再赘述 行线准备完成 现在打开螺旋桨制动Prop Break 启动诱发涡轮 进入Hotel模式 这里解释一下 这ATR没有APU 而是提供了一个名为Hotel的类似功能 在打开螺旋桨制动时启动诱发 此时涡轮会正常旋转 并提供直流发电 但螺旋桨不会转 从而实现类似喷气客机的APU的效果 哦对了 现在DC发电机的开关默认是打开的 注意不要手欠点掉 说到默认设置 开始冷仓启动时 航电屏幕可能会像是这样混乱的 可以用侧边的这个小按钮 切换复屏的功能 后推完毕 启动螺旋桨 咋回事 启动不了 这其实是ATR的正常逻辑 可不是什么bug 也就是说之前的版本都是错的 此时我们需要按下油门杆左侧的这个小按钮 打开辅助液压 然后再进行操作 看一切正常了 至于为什么是这样的逻辑 ATR的螺旋桨制动 实际上是让引擎的温轮轴和螺旋桨变速箱的齿轮组脱离 温轮轴正常工作时提供直流发电 ATR还有一个交流发电 但是是由螺旋桨全转提供的 而且控制液压的动力也来自于交流电 所以在hotel模式下 只有直流电 没有交流电和液压 上述信息来自于Magnar机长 推荐有条件的飞友们 在YouTube上关注这位ATR真飞 接下来就是大波胡我的猜测了 从hotel模式启动螺旋桨 实际上是要将涡轮轴和螺旋桨齿轮组重新连接 那没有液压的现在怎么顶上去 所以需要辅助液压临时帮个忙 好了 现在一切就绪 准备起飞 现在爬升阶段 我们可以来看看ND上新增的一个小功能 爬升结束点预测 什么 之前是没有的 下降结束点预判也有了 但这ND上好像 我现在在两洞洞高度层 前方向高15洞 怎么TOD下降点居然在后面 算了 手动VS下高 有预判点也算是弥补了一些缺点 现在开始进进 本次采用RNav程序 来试试看现在VNav能力如何了 距离TOD这么近了 VNav居然没生效 赶紧手动下高 按STANDBY重置一下导航 再试试VNav 这次回来了 现在激活Approach 好 VFP 拦字预位 但好像没有生效 手动压到计算的下货道以下 再试试 这次是成功了 不过距离跑道都这么近了 干脆直接切手动驾驶吧 至于刚才这一连顿操作 到底是航电模拟有问题 还是大波湖就不会玩 欢迎了解其中原理的朋友 在评论区解惑 落地拉平的手感和之前没啥区别 无线电报告20 再拉杆就行 注意 我们飞的是7-2型 很容易擦尾 不要为了刻意追求轻着陆 而造成拉杆拉抬过 好了 安全平稳的着陆 本次ATR HIGHLINE 试飞就到这里 如果有所收获 欢迎点赞 分享 这次的更新确实是有感攻嫌疑 不过更新内容还算是有诚意 就让我们继续期待后续更新吧 至于如何方便地与航电交互 油门轴要如何设置 以及微软官方的ATR基模质量究竟如何 请参见大波胡之前制作的几期视频 也欢迎在评论区发表各自的看法 同时欢迎加入大波胡粉丝群 和其他朋友们一同讨论 最后感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